民众养的鹦鹉离家出走 原警靠着美食诱捕 顺利把他送回主人的身边 新北市三重有一名刘小姐 饲养两年的金太阳鹦鹉巴伏 被晒太阳晒衣服的声响吓到了 从十楼的阳台飞往窗外 焦急的四主报案 过没多久原警就听到对面活动中心 传出高亢的鸟叫声 发现就是走失的巴伏 于是拿出他最爱的食物橘子 花了一个小时成功把他带回家 一只橘黄色生物站在对面大楼 摇头晃脑走来走去 他正是民众走失的鹦鹉巴伏 底下焦急的四主声声呼唤 女警也拿来橘子不停晃啊晃 巴伏最后忍不住美食诱惑 朝远景飞了过来被一把抓住 当时民众饲养的金太阳鹦鹉 是飞到了对面活动中心 顶楼的太阳能板 警方拿出橘子诱捕 花了一个小时才成功 拿食物叫他 然后他就等了很久 他不然犹豫 下午一点钟他应该是很饿 就一直要食物吸引他过来 很感动因为当亲人养嘛 养了两年 就是因为一般养过这种宠物鸟都知道 你就会跟他很有感情 主人表示巴伏非常温顺乖巧 平常放养在阳台 日前收衣服的时候 疑似衣架弹到天花板 声音太大 吓得巴伏离家出走 随后主人来到派出所报案 过没多久就听到对面活动中心顶楼 传出高亢的鸟叫声 马上联想到是走势的巴伏 花了一番功夫又不成功 对鸟来说能够丢五次找到五次真的很不容易 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最聪明的地方就是 我叫它的名字它会应我 然后我就是在它的方向 我就骑车上去找它 然后就是不敢再丢失它 然后想说念着念着 然后在家里的话 我就所有门窗都关起来 贪吃的巴伏 抵挡不住美食诱惑 成功回到主人身边 虽然爱鸟是负得 但四主还是得多加留意 否则下次恐怕就没那么幸运 记者今天会轮信北藏报道